今年要結束 台南市電企業這支工會愛心主選會 是特別準備了很多物資及求助金 來跟全門區還來的工作 將愛心來分散給到社民眾 希望可以在更冷的天氣裡面 讓大家感受到來自社會的溫暖 由台南市電企業這支工會 所造成的愛心主選隊 已經來到官電企業 帶了很多物資及求助金 要來關閉學區來的社民眾 本宮市的愛心主選會都在做 包括獨居送餐的贊助金 今天這幾年開始 要經營我們老公主 幫我們做平台 幫我們找媒介 找各公司 我們由台南市行政局 由台南來做 給我們少少的力量 這天要關閉物資 除了說有白米跟米條以外 另外也還有紅包 希望可以在這些寒冷的情緒裡面 為大家帶來摸摸的溫暖 向東用到歡喜的心情 來迎接新年來告 我們台南的工會 真的斜槓工會 因為除了他的主幹 辦理勞健保之外 他能夠培育人才 把人才公益化 除了這樣的一個關懷 所有的弱勢夥伴 讓他鼓勵他 事實上我們有很多弱勢夥伴 他也跟我們一樣 這會在台南這會打拼 但是他賺的錢就比較少 生活費用就大海都拉平衡 甚至沒有繼續下來 所以生活技能就沒有 一直改善 那我們就這樣的一個工會 勒工 愛勒工 能夠帶動大家關懷 這個台南這樣的一個 需要輔助的這樣的領域裡面 區議員也很感謝 有大家的生心付出 在歲月年中的時候 新公委區來的 學長輩 帶來了實質的幫助 我相信這不是在我們關懷 第一次 我們這幾年來 在我們勒工協助的資格 包括我們房屋的修繕 還有更多的物資 關懷 這裡除了感謝 在這裡感恩也很感動 在這裡 區長也代表我們所有的 我們收集關注的這些 我們的夥伴和我們的 共貿的資格 我們來感謝 也希望這份愛 能夠永遠來傳遞下去 也給我們這個地瘦路戶 或一些比較邊緣戶的 我們這些夥伴 在過年寒冬讓他們更有溫暖 結束了關懷庫的行程 接下來港會 買起宵到百個地方 來尚愛幸好 更多需要的人 好消費每個月 都全滿到溫暖的理容 在這裡就是關懷庫 彩虹不得 請麻煩